小妖从怀中掏出小妖瓶递给香柳 那,就是这个 香柳似笑非笑地看着小妖,也不点破 打开小瓶让毛球闻了闻,问道能找到吗 毛球有些愤愤,却不敢发作 只得点了点头,还不忘扑轮扑轮翅膀已是不满 香柳挥挥手,将毛球变做了一只花里胡哨的小雀鸟 示意毛球速去 小妖扑斥一笑,跟毛球说道 谢谢毛球,你真是只好鸟 回来请你吃烤肉,我亲自烤,特别好吃 毛球傲娇地飞走了 小妖看了看向柳,轻轻说道 陪我去竹楼吧 绿意盎然地扇腰上,男子身姿齐长 银发白衣,女子淡青纱裙 长发柳腰,一男一女牵着手走进暮色里 背影斜映在地上,被夕阳无限拉长 山坡下,桃林里,竹楼间 灯火微微,光影交错,轻盈低喘,无与他人言 玉泉山庄 红墙碧瓦,小桥流水的秋水园里飞来了一只美丽的雪黄 她优雅地舒展着翅膀 身后,拖着三条断带般的蓝色维羽 轻盈地落在了草地上 小妖顺着雪摇的翅膀滑了下来 秉息静气地看向枪炫寝革的方向 目光有些躲闪 昨日是毛球画作小麻雀给西城传的信 虽说西城是个聪明的 但未必就能应付得了枪炫 小妖有些害怕面对枪炫的臭脸 但更害怕如果他此时不去报平安 枪炫还会有更臭的脸 心里默默编着谎 小妖走到了枪炫门前 端着李仪,小心翼翼地扣了扣门 哥哥,哥哥你在吗? 无人应答 小妖大着胆子推开了门 里里外外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枪炫的身影 便长舒了一口气 哥哥想必去和他们几个游乐宴影去了 还好有神农心悦 能帮我拖着哥哥 等他回来 我再陪陪小心 应该就没事了 小妖心里正想着 门外走进来一个端着水盆的侍女 看到是小妖 赶忙行李 见过九小姐 小妖愣了一愣 才想起来最初给屠山猴抱的名号 是小九 她礼貌地笑了一笑 便问侍女 你见到住在这里的那位公子了吗? 她何时出门的? 侍女赶忙答道 炫公子今日一早便急急出门了 好像有什么要事 奴婢听着像是上山了 上山? 上什么山? 小妖不解 剑找不到枪炫 只好先回了自己房间 由于昨日让西城报的室友要事 要连夜处理 小妖也不敢换衣 昨日只简简单单洗了个澡 想到此处 小妖不禁笑了一笑 清亮的毛子里满是温存 昨日 她与香柳 就在父母曾经住过的小竹楼里 安然过了一晚 她匹柴生火 小妖则是将木枝削成小剑 设下了两只鸽子 处理好鸽子 小妖想去园中 想拔几颗野菜 却惊喜地发现一株长着小枕叶的香草 香柳 这里有迷迭香 小妖兴奋地朝着香柳喊道 香柳大人此刻坐在竹楼屋脚下一个小木墩上 正慢悠悠地砍着柴 一身白衣的俊俏男子 微微侧着头 右手拿着纸破斧子 左手扶着身前的圆木 一下一下地劈了上去 晚风吹过 长长的银发飞扬而起 那优雅的姿态 仿佛他不是在砍柴 而是在刻画着一个美丽的木雕 浓浓的夜色下 园中的小屋里亮着烛光 暖黄色的灯光测出了屋外 将向柳的影子投在了地上 桃林里的晚风吹啊吹 轻飘飘地吹进了小妖的心里 他在想 前世向柳为他雕刻大肚娃娃的时候 是否也是这样 漫不经心 却一笔画地 将心意都雕在了扶桑墓上 做了一个憨态可居的笑娃娃 来哄他开心 当他过生辰 意外从最久的烈羊那里 知道这个笑娃娃 是香柳亲手所雕的时候 泪水饮满了眼眶 他想 内心该有多么温暖 纯粹的人才能雕刻出这样的木雕 让人一见 就忘了所有烦恼 后来 他以命相逼 逼逼君说出了所有的真相 愤然抛下一切 找他找遍了千山万水 终于他找到了 在对的时间里 重新遇见了对的人 暖春三月 小妖立在温柔的晚风里 站在绿油油的菜地上 望着香柳 眉眼间沾满了笑意 脸颊上却滑下了两行青泪 用过了迷迭香煮的鸽子汤 小妖用剩下的木柴 烧了些温水洗了个澡 香柳则坐在小楼前的平台上看月亮 后来呢 后来香柳帮他擦干了湿漉漉的长发 用母亲留下的泛着香气的木书 静静地梳理着 一遍又一遍 再后来就是动心的亲吻和漫长的纠缠 想到此处 小妖的脸有些红 心里却格外安定 坐在静台前 想整理一下妆发 却发现妆园下面压着一张字条 昨晚你静神浓山采药 切记 枪炫已去寻你 小妖的脸上一下就有了几分凝重 从井间取出一个用冰蚕丝记着的梧桐木绍 急急换来了雪瑶 雪瑶 麻烦你带我去城东那座山找一个人 我有急事 见到人不要开口 具体我日后慢慢解释 小妖对盘旋在院中的雪黄说 雪瑶点了点头 垂下翅膀 示意她上来 但小妖爬到背上 便一声轻蹄 飞上了九霄 Journey 这ralitted吗 恐竟